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还是感谢一下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他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并且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华人在整个北美的这方面的交流 还是做了很多的有意的尝试 还有很多的贡献 今天呢是第二十二讲 提到了就是每家高中生必读的十本经典著作 但是十本经典著作太多了 不可能在一次当中呢全都讲完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穿插了分几次来提一下 我们这个系列的宗旨呢是 关心关注华人还有子女 在北美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 尤其是华人家长望子成龙 来到北美呢很多都是为了孩子的 升学为了孩子的前途 来到美国加拿大的 甚至还有去到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些英语国家 或者其他的或者欧洲或者英国 其他的那些国家 都是在寻找机会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介绍 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呢 已经有三十余年的中国美国 还有加拿大的教育经验 所以特别挑了一个这样的比较直观 这么一个图 这是三个国家的国旗 来代表呢三个国家的经验 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的经历也比较简单 就是大学英语老师 先是山东大学 然后北京大学 但是我的这个背景呢 是文科当中呢 是数学特别好的 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个平衡发展的 一个一个成功的案例吧 而不是说像我当时很多的 学文科的那些同学啊 有的说哎 学文科你是不是数学不行啊 是吧 还真的不是这个样 在当年高考的我的数学分数 是在我所有的科目当中 分数是最高的 结果这一下子就分数就上去了 所以文科生如果数学好 真的是如虎添翼的 所以包括后来去美国参加GRE考试 就是考美国研究生院 所以呢也是非常有益的 就是英语好 再加上数学好 直接对于我们来讲 通过考试 这个竞争就能够在这个激烈的竞争当中胜出 好这是当时在 出国之前 这是呃 98年那一年 正好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 当时很有幸 百年校庆是呃 五月四日 所以现在就是都已经是二十多年了 然后这个呢 是在美国获得公共管理硕士 就是全美排名第一的 这个马克斯威尔公共管理学院 呃 这个学校呢 还是非常值得呃 自豪还是值得骄傲的 他在美国呢 是第一所 开设公共管理课程的 美国大学 呃 是在这个方面呢 是一直领先的 从有了美国 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 我们学校呢 在公共管理专业 就是全美排第一的 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说你们排第一 那是哈佛排第一 普林斯顿排第一 你可以去查一下 哈佛排第二 哈佛的肯尼迪排第二 普林斯顿的 呃 威尔逊学院 应该是并列第二 所以我们第一 他们通通都在后面 像耶鲁斯坦福 大家能够想到的那些 美国的牛校 在公共管理的研究生院 这个排名 通通都是排在后面 也是因为这个专业呢 在华人圈里面知名度不高 因为他录取的人非常少 就是我当年去的时候呢 也是在全中国 他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去了之后一报道 我才发现 哎怎么回事 一打招呼 呃 日本人 一打招呼 韩国人 还打招呼 新加坡的 我就想 哎呀 这也真的是 有什么公平吗 是吧 中国的学生在那个年代 挤读木桥 上万 甚至几十万的学生 申请 新加坡才有多少学生 这个这个竞争是不公平的 是吧 所以也一样呢 回过头来 就像中国的高考一样 如果你在北京上海 跑北京上海的大学 或者说你跑到 你把户口迁到西藏去了 或者迁到青海去了 你再考这个大学 他就有一些地域方面的优势了 所以 很多的事情呢 是没有办法的 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但是在我们知道的信息之后呢 可以会做一个相应的规划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 做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呢 一再强调规划的重要性 因为它不是到了最后啊 你到了临门一脚了 我就着急了 我孩子到了十二年级了 我就急得不得了了 已经就真的是要有一个时间概念的 所以我要一再为我们学校呢 马克思尔学院呢 来做宣传 因为它实在是 华人考公共工商管理的太多 工商管理 就MBA的太多 学公共管理的非常少 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或者有一个偏见 还是是缺乏了解 是吧 所以这个还是我要不断的强调的 好 这是我们的综合排名 现在呢 整个人是排在第一 就是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 最佳研究生院 在公共事务专业当中 我们在相关的专业当中 或者不同的方向 综合起来 整个人是排名第一 还有一个呢 就是像我这个已经是跨学科的了 同时还获得了美国华盛顿东南大学的 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 所以别人就会说哇你的这个已经夸专业了 确实是因为面对 现在的这个未来的挑战 越来越需要这个人呢 成为一个负荷型的人才 如果你只是一个单一一个领域 一旦这个领域受到了影响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过去也提到过 就是什么样的职业 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 可能就会逐渐消失了 就被人工智能就被这个高智能的机器人给取代了 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下一代来说 更具有一个指导性 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均衡很综合的这么一个知识结构 你才可以面对这个日益变化 快速变化的这么一个世界 就像我们有一定年龄的人都会感觉到 尤其是在像通讯领域 原来有中国就是一个电话 或者是黑白电视机 后来彩色电视机 然后这是寻呼机 甚至到手机 现在是智能的电话 甚至是电话把摄影 把录音 把电话很多功能都给集合在一起了 所以就像当年的柯达胶卷 就在这个时代当中被淘汰了 所以你如果你不跟着时代发展 不变化的话 最终就会被时代淘汰 这是后来参加家中教育高峰论台 这个是在2018年 正好就是疫情之前 搞过当时一个是比较规模比较大 请了很多中国的一些教育集团 当时也包括一些教培行业的一些总裁 他们到加拿大来探讨 就是家中教育方面的交流 但是现在看来随着疫情 或者随着中国的双减政策 对于这个教培行业 又带来了一些相当深远的一些影响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竞争是无法避免的 今天看到了一个图片 很有感受 我就把它存下来了 但今天没有办法上传了 就是把一个图片一分为二 一半就写了一个 50%升大学 50%职业高中 那升大学的那帮的孩子 就坐在教室里面埋头读书 那个上职业高中的那帮孩子 那边站在一排 就站在那个炉子边 在那学炒菜 是吧 就显然看上去 就要进入厨师这个行业了 其实从国外来讲 哪个职业呢 没有高低贵贱了 但是呢 这个世俗呢 仍然是在用考试 到目前来说为止 用考试 用分数 来作为一个筛选 这么一个过程 好 听众呢 我们是主要是面向的 关心教育的父母和在校学生 学生呢 原来在暑期的时候听的比较多 但现在可能他们是开学了 功课会比较忙了 或许会有参加义工啊 这方面的需求 目前的家长应该是相对多一些 所以也希望家长呢 能有更早的一个 还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这样呢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才能够尽早动手 而不至于说呢 过分的产生不必要的那样的焦虑 好 这个图呢 比较典型 就是来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做父母的呢 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 怎么样呢 和孩子一起健康成长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题 其实成长 成长的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成长的这个过程呢 就像小孩一样 从出生 然后到走路 或者学说话 是吧 然后到上大学 其实这是人生 巨变 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因为这也是他从 依赖走向独立 从摸索 探索 到有形成自己的一些世界观 一些技能 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希望家长呢 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 怎么样能够对很多的知识啊 或者经验啊 从不知道到简单的了解 从了解呢 到熟悉 最终能不能达到精通 或者掌握 真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很多人会说 哎呀 没有机会啊 这这这怎么办呢 是吧 其实应该看一看 机会呢 随时都会有 到处都是有的 关键是遇到了机会 你有没有参加竞争的这种资格 比如说 明年就有冬奥会了 这个奥运会两年之后 三年之后又要举行了 或者是每年的这个泛美运动会 或者是省运动会 或者是钢琴比赛 像肖邦钢琴比赛 是吧 这这都有 但是你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水平 达到了什么样的级别 像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当中 提到过一些体育方面的成功案例 还有音乐方面的成功案例 其实很多都是一个 长期坚持找名师规划 很多的这个方面的 所以绝对不是说 一下子就能够成功了 所以在你看到了 他在18岁 19岁就已经成功的时候 他已经回头 在这个领域当中 已经学习了5年 8年 甚至是10年 所以这是需要提醒的 真的是一个过程 好 有一个按照惯例 一个免责 免责呢 就是当中会用到一些图片啊 还有一些引用的信息啊 如果涉及到版权呢 也希望大家能看到呢 给我提醒一下 并且我分享的呢 也都是首先我个人的经历啊 我辅导学生的经历啊 还有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啊 或者是一些失败的教训 这样呢可以来帮着大家 来分享一下 好 我们谈到过英语的重要性 还有数学的重要性 都是非常的重要 而英语的重要性呢 就必然提到了一些文学名著 文学名著 提到文学名著呢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 中国的四大名著 是吧 水火状啊 红楼梦啊 这一类的 甚至我们说的时候呢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引用啊 就是猪八戒啊 孙悟空啊 是吧 对我们来说 这都是常识 如果哪个人不知道孙悟空 我会觉得 这人是不是外星人啊 是吧 但是如果你很多的东西 你给老外讲的话呢 他是不明白的 因为语言 也是一个文化 历史 文学 这方面的载体 所以每家的高中生来了之后 他必然要读到一些西方 这种文学当中的景点 而每家的高中生 甚至澳大利亚啊 或者新西兰啊 这些英语国家的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学生 都会面临着这个问题 好 在升入大学的申请过程当中 无论是考试 还是写文书 还是思维 还是视野 对他 对学生的阅读能力 还有他的广泛性呢 都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他的知识面 我们就要反映出他的知识面 我们也曾经说过 就是美国的这种文书写作 他当中引经据典的第一条 就是名著 名著经典的这个阅读 因为如果他说 作为一个学生 你会说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 他会认为非常的弱 very weak 因为一个学生 他的生活阅历 非常的有限 他只是在家庭和学校之间 他并没有真正的接触社会 也没有对整个一个跨越时空 或者是历史一些 有挑战性的问题 有深入性的思考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阅读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 美国大学理事会 就是college board college board就是负责 美国高考 就SAT考试的 这么一个非盈利组织 他推荐了呢 一批适合高中生阅读的好书 而他的领域呢 已经跳出了文学 会涉及到政治 历史 哲学 经济 等很多方面 这样的话 当学生在 比如说 在写作文 甚至在辩论 演讲 和人交流 甚至是面试 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谈吐 和那些 没有读这些的 这些人 情况和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挑了三步 来先给大家分享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旁边是一个书名 叫Brave New World 因为这是英文的 英文的原版书 所以这边的孩子呢 应该是 有可能的话呢 去借来看一看的 为了方便家长理解呢 这边的介绍 就变成了中文的了 他的中文名字叫 美丽新世界 他是一个英国作家 叫Huxley 就是赫虚里写的 长篇小说 而这个小说呢 带有一定的 前瞻眼光 他用的时间 是在未来世界 未来的 二五三二年 二五 我们现在这才 2021年的 是吧 他在设想 未来的 所以这么一看 人生苦短 人生真的是太短了 他在想想 那个遥远的人类 再往后发展 会是什么样的 他提到的呢 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 那同样又是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乌托邦 乌托邦英文叫 Utopia Utopia 这个呢 就是一个概念啊 如果你没听说过乌托邦 你和别人交流起来了 那这块你就 根本就插不上嘴 所以他出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乌托邦 一个是反乌托邦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对 先把乌托邦提一下吧 什么叫乌托邦 乌托邦呢 叫Utopia 这是英文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知道这个英文是什么 所以这个中文的乌托邦呢 也是从这个Utopia 翻译过来 听着声音呢 有点像 可不 又不完全像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你给老外说乌托邦 乌托邦 老外听不懂你说什么样子 你应该要说Utopia 他说哦 原来是说这个呀 这是什么呢 这是当年 英国有一个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就像我们非常熟悉 马克思 主义 列宁主义 是吧 在英国呢 也存在一个叫空想社会主义 他的创始人呢 叫Thomas Moore Thomas Moore 这是中文的翻译 是吧 讲这个呢 我必须要拆进去这个英文的 你不加英文 孩子学生没法学的 感兴趣 让他们去查Utopia 英文注释 查一下Thomas Moore Thomas Moore 在当年也是 咬不起的一个思想家 是吧 他能够想象出来 社会主义 类似于呢 他提出来的就是 好地方 想象的没有的地方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呢 他觉得资本家 这个制度太残酷了 有没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呢 他充满了对 这种理想世界的一种向往 提到这儿呢 有点想 想起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桃源民 说的呢 类似于那种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 那个概念 就等于说呢 在不同的时代 是吧 总有一些人呢 他们非常向往一些美好的东西 然后对现实的情况呢 充满了一些矛盾 是吧 就像今天我和一个客人打电话 说这个事情 他说哎呀 这个疫情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 都一年两年了 是吧 我们也真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而见证了这个人类历史上 超前的这么一个 一个全世界流行的这么一个疫情 所以很多的事情呢 是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 只能面对现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乌托邦在当时也是这么一个 想象当中的理想国 这么一个好地方 所以在二十世纪以来呢 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 这个科技的发展 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然后呢 又会出现一些反乌托邦文学 他们会认为 你的想象呢 太虚空了 太不能面对现实了 所以有人提出一些观点呢 就有一些人来质疑 来挑战他的观点 所以呢 这个美丽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 创作的 所以说在引用的时候呢 他自然会成为一个阶段 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引用 来关于人们想象的 这种美好的世界 所以呢 资本主义也不是 就都是这么好的 他有他们的一些问题的 好了 这个呢是讲的 就是刚才美丽的世界呢 这个书主要说了些 哪方面的内容呢 他主要刻画了一个 距今大约六百年的 未来世界 物质生活 科技技术 安于现状 都统一了 或者怎么 这就不再读这个了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 尤其是学生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一看 这是代表了一种超前的思维 一种眼光 好 这是一个 排的还比较靠前的 就是美国大学理事会 推荐的这么一本书 好 下面一个书 下面一个 他的英文呢 叫Metamorphosis 中文翻译成了变形记 他呢还不是英美作家写的 是奥地利作家 叫卡夫卡 写了一个中篇小说 也是非常早 在15年写的 这个呢 它是反映了两大情况 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 然后呢 下层 下层人民的生活 所以最终这个社会是分层的 也是我们无可奈何的 就像我们学历史 讲到了印度 是吧 我们马上就会讲到 印度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 就是贵族啊 平民啊 还有建民啊 就是什么 婆罗门 撒地利 守陀罗 逐渐来说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 都会出现社会的分层 所以而这个当分层 超越了一定限度的时候呢 就会引起一些动荡 而这个讲述的呢 就是主人公 一个小人物 小人物呢 从人变成了假虫 所以这也是充满了一定的想象力 并且呢 反映出来的问题 就是人们对金钱的膜拜 而对人性的不屑 所以当我们看到 社会现象当中 人们不顾一切的追逐金钱 而漠视人性的时候呢 最终这个社会的 很多状况 就出现了挤压变形 所以还是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的 它虽然创作在 一百年以前 一百多年前 这个呢 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计 所以学生 如果能举出这个来 来引用 其实就是在批判一种拜金 是吧 呼唤一种 一种人类 社会的一种美好 好 这个呢 是文学特征 是带有了象征 象征主义 还有荒诞 不可思议的这种风格 这种基调 它的历史背景呢 是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也是有当时特定的 这么一个情况 好 一个是美丽的世界 一个是变形计 卡夫卡的变形计 好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呢 是 叫中文翻译成了瓦解 英文呢 是叫 Sins fall apart Sins fall apart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东西衰落之后 分崩离析 Sins是东西 Fall是掉落 衰落 Apart Apart就是分开 所以呢 中文和英文 没有完全对应的 所以它就根据 它的意思呢 翻译成 瓦解 这个呢 是非洲英语小说当中的 杰作 注意这个小说的概念 是非洲小说 就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整个课堂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 全球化国际事业 班里面 有少量的黑人 应该是六七个黑人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黑人 也有南美洲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还有很多亚洲的 它代表了就是 世界的这种观点 可以交流 所以这也是中国学生 面临的挑战 就是要有全球化的 这么一个事业 开拓的事业 不要只是局限于 眼前 所以通过阅读呢 可以来了解 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历史 还有他们的文化 或者他们的文明的眼泪 这个呢 是非洲英语小说的杰作 讲的呢 是尼日利亚 东部殖民地的 就大约十九世纪 就是英国人入侵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 英国人入侵 是吧 就像 他入侵 印度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 后来 哥伦布 他发现了新大陆 他的势力 进入到 美国 加拿大 甚至是 澳大利亚 都是把他的一些 影响力 传播到了世界 注意呢 这本书 曾被列为 二十世纪 非洲的百家图书 所以 这个书呢 值得推荐 也值得一度 就是代表了一种 非洲 文明 非洲国家 和 一族 就是英国入侵 之间的这么一个 一个对抗 这么一段历史 好 他自然就有一些 故事情节 他其中主人公呢 是一个 部落的这么一个首领 所以他呢 有这么一段 还是很有声望 但是他的经历呢 就是最终 也算是一个悲剧吧 一个悲剧 当他 这个部落 最终的变迁 就是已经被 外族入侵 后来呢 连他的后人呢 也都发生了 一些很大的变故 最后的结局 是他 含恨就自杀了 所以这个瓦解呢 也是用了这个 这么一个 氏族部落的领袖 他的这么一个 通过他的人生发展 来反映出这种 国家 或者文明 或者是一段殖民 这么一段历史 一个过程 我就记得当时 我去夏威夷的时候 去夏威夷旅游 当时夏威夷 就是介绍他的这个历史 因为夏威夷呢 是美国最后一个州 最后一个并入 美国的那个州 当时他的最后的一个 国王 叫卡梅哈梅哈的 还在他的那个 从向前照过相 也是没有办法 无可奈何 面对着这种 美国的这个势力的 这个侵入 最终呢 夏威夷这个国家 就不复存在了 就并成了美国的一个州 所以这也是代表了 这个文明或者是一种 一种实力之间的一种对抗 所以也代表了一个 世界的一个发展当中的 这么一个一段历史 所以很多的东西是需要 学生去读 他未必呢 要爬到这么精通 但是他需要知道呢 国际视野 全球化眼光的重要性 以及他通过这些名著 能够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发展 他未来的走向 所以很多的东西呢 都是要提升 他的批判性思维 他的思考能力 很多的方面的 而这种情况下 当你在 刚才提到过 比如说演说 或者辩论 或者写作 你就可以直接来引用 当然了 这是英语嘛 是吧 所以对 尤其是一些中国的留学生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同样对于一些本地出生的 华裔的第二代呢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就像国内的孩子学文学 名著一样 同样也是面临了一个挑战 所以中国人讲叫 知识渊博 渊的意思就是要 深 要有深入 博呢 就是广泛 渊和博其实是相对的 好 这个作者呢 在非洲文学的地位上 也是非常高的 他被誉为 非洲现代文学之父 所以呢 也是在非洲文学 非洲的英语文学当中 是值得推荐的 这么一部书 好 下面呢 谈到一些案例的问题 案例呢 就是 在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呢 他们应该有选择的 去做一些阅读 培养呢 阅读的习惯 一个呢 就是像这种经典 一种是经典 还有一种呢 就是现在的时事 就现在正是一个 大变革的时代 而在大变革时代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 就是这个 Elon Musk 这个马斯克 他在很多方面 已经处在了领先 而领先呢 首先的领先 就是他的眼光 所以很多的东西是需要 需要去关注的 需要去培养的 而到了高中阶段呢 他的在拓宽 他的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 一定要提高的呢 就是他的批判思维的能力 而这个呢 在美国和加拿大 在国外的教育当中 都是不断强调 就是说你去上学 你可以和老师 可以和教授 大学的教授 去展开的辩论 可以来对他的一些观点 来提出挑战 毕竟呢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所以年轻人需要具备这种 挑战的这种素质 才可以推陈出新的 所以这也是在 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 遇到的 而不是像中国的学生那样 仅仅是传统的继承 而不是简单的继承 当我看中国的有诗词大会 是吧 看到中国的学生 被那些唐诗啊 宋词滚瓜乱熟 好不好呢 非常好 但是呢 这样的人才 有一部分就可以了 更多的人才呢 应该是处于创新 应该是 面对世界的前沿 而这样呢 才会不断捕捉到 这些新的这些机遇 好 升学的目标 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 呃 不管是 上小学中学还是大学 都会面临着这个升学的目标 基本上来说呢 小学生初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小孩在这个时候呢 年龄又小 有时候又不懂事 而如果能进入到 好的学校的话呢 他会享受到 非常好的资源 呃 就像我看了一个报道 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他们写了一个报道 就说像 中国的名牌大学 清华北大 或者是中国的985 这些大学 他们得到的教育部的捐款 远超过一些 普通的大学 而这就说明什么呢 他们具备了更好的资金 更好的师资 更好的教育资源 同样的 就像美国的那些大学 美国 哈佛大学 其实富可敌国的 而他的校友的捐款 其实都可以挤得上 一些 小的国家的GDP了 所以真的是富可敌国 所以更进入这种名校 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确实是提升自己 第二个方面呢 可以结交更高层次的 这样的校友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他的职业提升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提到的校友了 就想起来了 我曾经在学校之中 参加我们一个校友聚会 当时呢 有一个受名誉法学 博士学位的那个仪式 我就去听了 我一看这是谁啊 又是保安 又是那种 那种那种豪华礼宾车 我一看规格很高啊 就进去了 就坐在那个小礼堂里面在听 里面都坐满了 然后一看 哇 原来是沙特阿拉伯王子 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马克斯威尔国务管理学院的校友 他比较早 他的以后 我可以把他的照片啊 信息啊 找出来 他的名字呢 叫 阿尔瓦利德 叫什么呢 宾阿卜杜拉 反正就是很长的那个名字 所以他的名字叫 我们通常叫他叫 阿尔瓦利德王子 他还真的是王子 真的是 沙特阿拉伯的王子 后来就说 哎呀 我也不搞石油 和他也没什么交集 是吧 就等于说 就像现在这个拜登 拜登当选的总统 是我们大学毕业的 就这个雪城大学毕业的 他就是我们法学院的校友 在我们公共管理学院的隔壁 就是他们法学院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这个校友也是很 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关系网 中国也都讲 讲求关系网 在国外也同样的 就是校友都会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升入好的大学 对于学生来说呢 确实是可以 拓宽他的誓言 就像这个奥巴马 奥巴马竞选总统 成功了之后 他在任命 他的幕僚的时候呢 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就是任命了一个叫卢佩宁的 而这个卢佩宁 就是他的在哈佛法学院的同学 是一个华裔 当然他下台了呢 那个 那个也就 卢佩宁的任 任期呢 也就 也就到期了 是吧 但是很多的东西 就是一个networking 社交 这个社交圈子 这个圈子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是呢 谈到一个中学 这是要推的 多大富中 多大富中呢 他是在大多伦多地区 首屈一指的名校 他是属于半公历和半私历 他的学费呢 他是收学费的 不是像公历学不收学费 他收学费 但是他的学费呢 低于那些顶级的男校 女校 住宿学校 比他们要低 但他的消学水平 和他的名校录取率呢 非常高 我培养了很多的学生 进入多大富中 然后呢 像进入哈佛 耶路普林斯顿 像斯坦福 这样的学生都非常多 并且很多毕业之后 都去了硅谷 或者华尔街 这边去认职了 所以呢 如果有实力 多大富中 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 接受挑战的 这个学校 好 另外一个呢 这是美国的司令名校 菲利普斯Axler Academy 他在纽亥甫尔 这个学校的录取率比较低 大约就是 百分之十 报名这个学校 私立名校 学费非常贵 非常贵呢 还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十 但他的过人之处呢 就是他的毕业生当中 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进入美国大藤 藤校 那就是哈佛 耶路普林斯顿 当然了 像MIT Stanford 虽然不是藤校 但是也是属于他 和藤校 同一级别的学校 在美国呢 还分成什么大藤啊 小藤啊 还有什么功利的藤校啊 那一类的 是吧 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谈 像这个呢 就是一个哈佛的一个招生介绍 简单的介绍 哈佛 College 看上去很简单 是吧 但是简单的背后 透露的就是那种 异乎寻常的 激烈的竞争 好 教育规划 教育规划呢 其实也谈到了一些 这些标准 就是可以大家来分享的 比如说大家要从哪些方面来关注 来提升学生的这个水平 像第一条第二条 其实就是一个 分数 就是一个成绩 而这个呢 和国内是一样的 你既然是学生 你就要分数高 你分数不好 你还说你是好学生 是吧 这个呢 就有问题 毕竟呢 你又不是那种绝对的特长 比如说你是奥运金牌 或者你是 你是 小邦钢琴比赛金牌 没有这种强有力的这种 特长的话呢 那学生还是学生 好 这是谈到了一些评分的标准 这也是一些相关能力 其中在最下面这个呢 就提到了全球事业 而今天讲到了几个文学作品当中 反映出来的 也出现了全球事业 别人就会说 哎呀我关心非洲文学干什么呀 非洲文学和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纵恶样子 所以你在这个交谈或者写作的当中 旁征博弈 所以你的引用呢 就会体现出你的这个知识面 还有一个呢 就更多的标准 更多呢 其实很多就会涉及到一些 软性的这些技能 像他谈到的求知欲 求知的欲望 这个愿望呢 其实应该是发自内心 而不是说家长在后面推 在旁边逼着他去怎么样 一定要有自发的这么一种愿望 而创造力呢 也是需要发自内心 学业前景 学业成绩 这个前景我们这个话题提到过 就说未来怎么样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或者能不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是吧 其实就是需要综合来考虑 领导力呀 责任感啊 自信心呀 还有这个为人热忱啊 很多的方面 还有这个幽默呀 或者是关心他人 其实很多的东西呢 都提到了 而不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所以真的是需要在 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家长要稍微的关注一下 像这个成熟 成熟呢 也很有意思 我就曾经陪着一个家长 去参加一个大多伦多地区的 也是一个顶尖的私立技术高中的家长会 去了之后呢 那个家长就 因为英语不太好嘛 他说哎呀你跟我去吧 英语不太好 他到时候这个和人家没法沟通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人家 那个 那个负责人呢 就他那个 教务主任呢 就说 这孩子非常好 家庭的背景也非常好 非常有礼貌 但是呢 就是不是太成熟 不是太成熟 他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这么一个表达 所以学生呢 中学生不成熟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这个这个方面呢 很多的地方都是通过一些事情 一些事件 是吧 他才能够体现出来 还有像这个原动性啊 initiative啊 还有对挫折的反应啊 这一点也很典型 就是对挫折 很多孩子呢 遇到了挫折之后呢 他就 灰心丧气了 包括这个呢 对于家长来说 挫折 也是一个 挺重要的一个话题 好 现在 所以这个挫折呢 还真的是 也是需要来讲 什么叫做挫折 你不可能说 我这个事情 我一做就成功了 我去一比赛 我就拿金牌了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在努力 都在想尽办法 用尽各种资源 去竞争 其实这是一个竞争的一个时代 你在竞争当中 不可避免的就可能发生失败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怎么样在失败当中敢于挑战 这个话题呢 我以前也讲过 也举过一个例子 也记得引用了一张图 一张图 当时呢就是 说了一句话叫 to win without risk is to triumph with no glory 就是任何的成功 值得你骄傲的这种成功呢 都是有risk 都是有风险的 如果你没有风险 你就很轻松的 获得了名次 获得了名次呢 那这种名次就太容易了 就像中国有一个流行歌曲唱 他说叫 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 其实还是很有道理 想想当年我们也是 过五关斩六将 是吧 像我个人就是很 很荣幸还是很有 很幸运的 参加了中国第一届的 小生初考试 那就是1978年的时候 恢复 粉丝四人一帮之后 教育的恢复了正常 小学考初中 考语文考数学 家试英语 其实有点三门课 就是考试 考试 那小学的同学就刷掉了 不止一半 重点中学的初中 还是省重点的初中 那你进去之后 就是已经在 不是在一个平台上了 而你接受到的这个资源 收到了这个培养 它的强度 它的高度 它的难度 已经远超出 普通的高中了 普通的初中了 而这个的差距 其实就已经挖开了 经过当时的三年 再去考高中 又是不一样了 类似于 类似于中国的运动员 先参加地方队 逐渐进入省队 从省队进入国家队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 一个淘汰的过程 所以回想一下 真的是一个过程 像我在从中国考到美国 最后就这个 那条路 真正达到彼岸的 就成了我一个人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也是就是一个过程 怎么样面对挫折的 面对 面对失败 真的不要想的太多 因为有的时候 华人的文化当中呢 特别注重面子 这一点是挺有感受的 当时呢 有些人考研究生啊 有些人怎么样 不好意思 还不好意思说 是吧 万一没考上 这个多端笑话 其实要克服这种心态 你只有大胆尝试 当然了尝试的前提是 永备而来 而不是说 我就去壮大运 那那是根本是没有用的 所以很多的东西 是要在全方位来提升 来注意 而这个扩持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这都是大家需要来关注的 一些方面 而美加大学呢 他在录取的时候 会考虑到这一些的指标 这是硬指标 就是学习成绩 竞赛成绩 标准化考试 学校排名 学习成绩是大家无法避免的 这是普通的学校里面的成绩 如果有些学校呢 有IB或有AP 这是在绝对是加分项 而在录取的时候呢 他会优先录取有IB 或者AP成绩的这样的学生 而竞赛成绩呢 是渴望不可及的 这点是需要提醒的 并不等于说 我孩子一参加数学竞赛 或者奥数 我就能得名次 其实在我辅导过的 过去的这些学生当中 只有极少数的学生 获得过竞赛名次 很多的去参加了竞赛 最多就是鼓励讲 就是在那些预备队里面 其实非常的理解 因为就像你孩子 你想去进入国家队 打国家队 你根本就进不去 是吧 这边也有这样的成功案例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 当时去斯坦福的 就是当时他考了 哈佛MIT的数学竞赛 拿到了金牌 所以他去了斯坦福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后来还有特长 学生去基建比赛 拿到了金牌 就去了里斯顿 那些都是有所专长的 而那种专长 基本上就是金字塔 塔尖上的 所以是对于普通人 我真的不建议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 进入每家名校呢 你没有那些顶尖的 那个成绩的竞赛分数呢 很多学生也都录取了 比如说去滑铁路计算机的 进入多大计算机的 或者是多大商学院的 或者是西安大略商学院的 其实很多都是蛮好的 就是未必在竞赛方面过分的纠结 所以一定要有所取舍 扬长臂端 这些就是一些软实力了 软实力就在我们刚才讲 比如说他的什么自信心啊 抗挫折能力啊 什么幽默感啊 其实需要孩子有一些锻炼 和一些经验的 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呢 是有很多的资源 在这个社会上 当然这个资源呢 看一下中国的这些 这些口号 教育口号是吧 起跑线 还有什么学龄前教育 这些事呢 其实现在一双几年 就把这个中学 甚至学龄前这些教育呢 把那些资本运作的 那些教育集团呢 就都给他减掉了 应该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很多的资本运作呢 资本的目的就是逐利 他其实是完全是在 把这个市场给把控起来了 整个来说 很多人都在努力去补 补到最后呢 就出现了现在说的 这个叫内卷这个情况 你在补别人也在补 把补到最后呢 就是水涨船高 是吧 这么一来呢 其实这个社会 没有绝对的公平 没有绝对的公平 所以呢 比的就是看看家长 有没有眼光 有没有资源 或者说能不能找到 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找了一张图 马拉松比赛的起跑线 大家就能看到 哇 这么多人在起跑线上 到底谁能得冠军呢 谁也不知道 我就感觉 这可能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当时我是在山东省济南市 是吧 济南可能就 多少万的学生上小学 背着书包上小学 然后这可能就是 高中毕业 或者是我们当时 我们现在当时毕业的那个高中 现在一查是中国百强高中 中国的百强高中 为什么叫百强呢 你的升学率高 升学率高就是考大学的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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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露学率高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很多家长就说 哎呀 一脚考进这种省重点高中 其实一只脚就已经进了 明豹大学 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从小就开始注重 优质资源的选择 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途中跑 已经进入了 初中 甩掉了初中进入高中 甩掉了高中进入大学 那最后 这就是一个冲刺 当冲刺之后 我们看到了 就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图呢 是15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冠军 后面的那些人上哪去了 没看到 没有影响了已经 对吧 很形象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啊 这另外一个图了 就是家长 家庭 学校 社会 对不对呢 都是对的 而我们呢 就是在社会上当中的 一个宝贵的资源 找了一个图呢 叫 The Third Path 第三条途径 第三条途径呢 就是在家庭之外 学校之外的 一个宝贵的资源 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一小 很多的家长 有个家长很典型 他说我还在加拿大 读过硕士学位 我说非常好 他说我在家里辅导孩子写作 结果辅导段 我交上去以后 老师一看 他给了他70分 他说坏了 那我不能辅导了 我的辅导水平实在是 在耽误孩子呢 就来找我们 所以经过我们的辅导 孩子都已经90多分了 所以确实是这个样子 你要你要找对了人 找对了人才能去 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 好 找了一个典型的图 无外乎说明什么呢 倒计是 要有一个时间概念 提前准备 早做准备 否则呢 时间就来不及了 努力呢 我相信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努力 但是呢 可能是他的起点不一样 比如说像在中国 有的可能出生在民村 他可能进入县城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或者从县城进入省城 这又是一个台阶 或者又从省城进入到京城 或者是进入到上海 北上广深这种地方 又是一级一级的 这种挑战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选择对了这样的资源 选择对了这样的导师 对于孩子的成长呢 都是有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这样选择对了 才不会出现像中国讲的 那种南辕北辙 我坐的车 人家问他 你向哪去啊 我的车非常好 我的马非常好 那你去的方向不对了 那肯定就是离题万里了 好 还有一个 成功呢 是需要坚持 在选择完了之后 就是一个坚持 而人生呢 从一年级上到十二年级 或者上到九年级 而这段时间 也是一个不得不坚持的一个过程 而只是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呢 怎么样少走弯路 这样呢 才是大家面临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话题 才能才能够怎么顺利的 实现这个目标 你不能说 哎呀我走错了路了 就像马拉松比赛 我看过一个 记得过去读过一个报道 这个领跑的 这个人呢 跑错了路了 因为路标不对 结果呢 后面的人就跟错了 那等发现了之后呢 也为时已晚 所以这个路还是需要有导航 需要有人来指引的 好 实现进入名校的 这个目标的关键呢 正确的选择 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学习 要克服困难 要接受失败的挑战 仍然要坚持下去 所以一定要有知识 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 三部世界名著 可能很多学生一听 哎不知道啊 怎么还有非洲 还有名著啊 知识 这就是知识 而知识的获得 是通过学习来的 好我们有个性化的 一对一的 或者小班 或者专项都可以 都有这样的 这样的计划 这样的项目 这句话呢 是从国内看到的 就是国内的那个微信上分了 就是当时在双减之前的 那些教培机构 写的一句话 他说您来 我们就培养您的孩子 不来呢 我们就培养孩子对 这话对不对呢 听起来好像也没啥毛病 因为就是一个竞争 就是一个竞争 没有办法 竞争也是八线过海的 所以来和不来 学和不学 就面临的就是一个淘汰 竞争的结果就是淘汰 适者生存 好 分享了这么多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知道这些面临的 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但是呢 家长不要过分的焦虑 千万不要过分的焦虑 不要呢 给孩子就把这个焦虑呢 再传到孩子的身上去 像我当年呢 就是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呢 我觉得读书应该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在父母的这样的榜样的力量下呢 自然就愿意读书 努力读书 把它做到自己的最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当你把自己做到最好的状态之后呢 成功 对你来讲 就没有任何的后悔 没有什么遗憾 而我之所以能在这儿讲呢 就是这句话 我不但是知道了 而我还做到 我敢说 像我这种资历呢 在整个的多伦多 包括美国 加拿大 这样的资历 就是跨专业 然后呢 还有排名这种的 还有教育经历 中美家教育经历的 这样的人呢 是不多的 你可以很多人 你可以去看他的资历 有些人哪个学校毕业的 他都不说 他怎么就成了老师了 我们也不知道 有没有教师执照 是吧 很多的情况 所以当然了 各有各的 为人处事的原则 但是这儿呢 更多的是分享 希望更多的家长 能够了解 更多的孩子呢 也能够取得 进入名校 升入每家名校呢 这个目标 能够顺利的成功 时间差不多就多了 越过了越超了 可能大家会有问题 比较好的办法呢 或者是加我的这个微信 到时候我们线下交流也可以 反正我们每周呢 都会有这个时间 在这儿呢 会涉及到不同的专题 不同的主题 但是不管是打个方便 像呢 我们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帮助孩子 顺利的升入 美国和加拿大的 名牌大学 这也是家长的心愿 也是孩子们的 一个奋斗的一个目标 好了 今天又超时了 谢谢大家 看看 李会长还有什么 要总结的 或者是 看看 这都没有啥了 谢谢贾老师吧 今天也有 好的 有什么问题 好嘞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在群里边沟通交流就行了 行行行 下周三我们还有 反正每次都会涉及到 不同的题目 看 看现在在座 看现在大家有没有 不在那个群里边呢 如果不在那个北大利尔士群里面 可以到群里面啊 有啥可以在群里面沟通交流 嗯 我可以发账二维码 好的 我发账二维码 行行行 好的 那我把这个中止一下 好的 把这个停一下 行行 没事 行 好嘞 那今天就到这了 今天就到这了 今天就到这了 大家 要加了个加微信 我可以拉到群里面 群一定不能嗓满 好的 好的 嗯 好嘞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就到这了 好了 好了 谢谢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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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